中華五千年 魏便利主持 張偉國賺稿 中偉明編導 韓飯首邊 宋人宗保元元年 黨項疆人首領李元浩正式宣布脫離宋朝的約束 自稱大廈皇帝 在宋朝西北方黃河中有 今日寧夏的銀村平原一帶 建立歷史上所稱的西夏國 當時西夏國的範圍包括今天的寧夏 和內蒙古的伊克超盟 即是所謂河套地區 還有甘肅省的河西走廊 和陝西省的最北端 當時宋夏的邊界 東起黃河西岸的虎州、倫州 然後轉折向西 經過延州以北的青鑑城、保安軍以北 延州即是今日陝西省的延安市 青鑑、保安今日都是縣治禮 然後再向西經過環州、惠州、京州、 延州以北的蕭關、鎮庸軍一帶 惠州後來改稱為平良府 即是今日甘肅省東部的平良市 鎮庸軍即是今日寧夏南部的顧圓圓 因此宋朝的延州、京州 分別成為宋朝的西北方邊防重鎮 李元浩稱帝後 宋朝西北方邊疆局勢立刻緊張起來 宋朝執政立刻任命河南府之府范翁 出任鎮武軍節道市延州之州 負責西北邊防 當時延州的地方軍事 是受陝西經略安府市領導的 陝西經略安府市的治所在長安 而當時的經略市就是夏崇 范翁鎮守延州之後 宋夏雙方的邊界衝突日漸增多 范翁、夏崇都設法加強戒備 宋朝也由中原其他地方 爭派士兵防守 但由於延州一帶地形複雜、交通困難 士兵、糧食、武器、馬匹仍然十分缺乏 而且范翁、夏崇都欠缺魄力 沒辦法建立堅強防線 到了保元三年精月 西夏起兵攻破保安圍攻延州城 范翁被困城內 匆忙趙興州首將劉平領兵到延州解圍 劉平到了延州城郊外的三村口中了埋伏 宋軍大敗劉平被西夏人俘虜 幸好由於落大雪 西夏人放棄延州 撤退回西夏境內 宋朝朝廷收到三村口大敗的消息之後 大為震驚 宋仁中立刻將年號由保元三年 改為康定元年 並且認為宰相張士信年老欠缺魄力 照呂宜簡回朝 呂宜簡當初因為貶斥范仲淹 和另一位宰相王爭不和 沒多久為了處理地方官貪污事件 雙方又發生爭執,一起罷伤 呂宜簡出任許州之州 後來改為魏州之州 西夏入侵之後再次奉照回朝執政 同時宋仁中又改組書物院 罷免書物院長官黃忠、陳執忠、張貫 任命雁淑、宋秀、黃怡永 掌管書物院 另一方面宋仁中決定起用韓琦 出任陝西經略安府副市 監督西北邊疆軍事 韓琦是雙州安陽縣人,盡時出身 宋仁中初年以錦然直鑑著名 得到宰相王爭讚賞 後來奉命安府四川 在四川期間 對改革徵收賦稅的方法 懲治貪官污吏有相當貢獻 回朝之後適逢西夏入侵 宋仁中立刻任命韓琦 處理西北邊疆軍事 韓琦起程去陝西之前 和宰相呂而選 商量安排陝西的官員人選 指揮兄 近年西賊興兵作聯 入侵我們大宋的邊疆 老傑百姓殺害官兵 令到陝西幾十州人心禍禍禍 聖上也為了這件事非常擔憂 啊 朝廷今天正需要自歸兄你這樣的人才 定國安邦 為陝西的百萬生靈解除島嶼之苦 呂相公言重 我韓琦身為朝廷官員 替皇上分憂 為百姓興離除海乃是份內之事 哦 自歸兄不愧是大宋的朝廷動良 呂相公過語 看其愧不敢當 你這次出陣陝西 是出自皇上聖意 皇上對自歸兄你期望甚高 是 在下一定盡力鞏固邊疆 不負皇上期望 不負呂相公觸託 嗯 嗯 這樣就好了 對了 梵翁疏忽誤時 已經被聖上降子免職查辦 延州是邊防重鎮 需要有一個能幹的官員 代替梵翁陣仇 慈歸兄心目中 有沒有適當的人選 呃 在下希望推薦一個人 請個 他就是現任越州之州范重鎮 范重鎮 是 這個人向來喜歡生事 假如再委以重任 他又是結罪憑黨擾亂朝廷 恐怕聲相不高興 呃 呂相公 范重鎮當年非以朝政 只不過是求子深切 並非結罪憑黨擾亂朝政 嗯 真的這樣 是 朝廷起用范重鎮之後 假如他再涉及憑黨 誤國誤事的話 呂相公可以把我寒期治罪 唉 豈敢 豈敢 至鬼兄 你得到聖上重鎮 而范重鎮得到你極力保賤 我呂現在又怎會說不信任他呢 好了 我立刻下令 照范重鎮迴朝 任命他做陝西傳魂士 是 呂相公 兵州之州王源 銅州之州旁夕 都是能幹的官員 請呂相公 調給他們去陝西 協助在下防守邊疆 自歸兄的請求 一概超準 希文兄 你從越州趕來陝西 沿途辛苦了 在下得到自歸兄你推薦 來到邊疆為國家效力 兼情從越州北上 豈敢嫌辛苦呢 宰相呂而賢 願意喜用凡卿 看來 他對你已經諒解了 唉 希望呂而賢 真是諒解在下 在下路過汴京的時候 得到呂而賢召見 他對我訓勉有加 而且還說 以前是為了國事爭論 對我並無私怨地說 在我們陝西途中 呂而賢還進行我為陝西安虎賦士 方便我指揮賢州的兵馬 這樣就最好了 朝廷的宰相公卿能夠和充共濟 一定可以威服四義 沒錯 對了 希文兄 你有什麼評定西賊的策略呢 在下去到賢州之後 先巡視邊疆情況 加強邊防 收足城寨 訓練士兵 無求首先令邊防鞏固 再逃後繼 這樣的確是好辦法 幾十年來 我們大宋的邊疆兵被廢遲 守邊的大臣都是民官 他們甚少注意軍事 而士兵又經常調動 缺乏堅守之心 將不治兵 兵不治將 已經是幾十年的職責了 所以李元浩犯境 邊境的官兵 立刻手足無躁 以致有三村口的慘敗 希文兄 你到了賢州之後 要引以為戒 在下不敢疏罰 對了 希文兄 你還打算邀請什麼人 去賢州協助處理工事 在下已經邀請了張方平 尹朱 胡苑 田方 和歐陽修幾位 去賢州效力 他們也是當今才俊之事 可惜歐陽修另有任用 未能來陝西 而其他幾位都已經答應了 那就好了 在下到了賢州之後 會經常派允朱來長安 向治歸兄你請示 好 請問一下 主題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請問一下 這個院子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师老兄 我们来了延州已经过几月了 边境地方都已经巡视过了 你认为有什么需要改善呢 樊大人 我远珠认为 延州是气低浪 主要是因为军粮不足 官府可以撥出荒地 由士兵开狠耕种 而每年的修成 除了矫称富岁之外 归士兵私有 这样 他们父母妻子得到温饱 自然愿意为了保卫家乡 而严守边境 这样 即是古代的团田制 实在是首边的良策 樊大人 在下观察所得 延州的军纪也十分松懈 应该加强纪律 没错 我也都觉察得到 边境的惯例 是每逢出战 必定是 官小者先出 官大者押后 这样 士兵因为怕死而逃走 将军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退缩不前 敌人未到 已经注定战败 是 我看我们可以将延州的一万八千士兵 划分为六部 分别由六位将军统领 平时负责训练 敌人来犯 就负责指挥作战 这样一定可以改善军企 没错 施老兄你说得对 我们要切实执行 是 军企整齐 然后才可以抗拒强敌 范大人 你刚刚重置完各处的军营 实在太辛苦了 应该好好休息一下 我不觉得辛苦 那些将士冒着风沙严寒 守卫边疆 辛苦过我何止百倍呢 我们身为长官 应该多些勉励他们 是 范大人说得对 这几个月来 延州的将士比以前士气高忙 都是由于大人的整顿军纪 勉励团田 令到士兵安居乐业 成效显著 都是全赖军民同心合力 为国家效劳 对了 所有军营之中 以这一道最整齐 这一道的长官 究竟是哪位呢 他是焚州西河远人 叫做狄青 狄青 施劳兄 劳烦你请他来见我 遵命 抹将狄青参见范大人 你就是狄将军 果然是一表人才 范大人过掌 敌将军 老夫听尹斯炉说 你每次拒敌 都身先事卒 身为长官 如果贪生怕死 又怎么可以服人呢 好 敌将军你年少英勇 的确是一元良将 如果大宋的将士 个个都好像敌将军你一样 那要威服四仪 就并不困难 末将一定不会令范大人失望的 那 敌将军 你读过书没有 读书 范大人 末章自幼在家乡耕田 没读过书 可惜 可惜 那 你以后每天操练完之后 来见老夫 老夫教你读书 好不好 谢谢范大人 谢谢范大人 最近长安有消息传来 韩大人下令陕西斯路的兵马 作好准备 随时供罚李源豪 进攻李源豪 是 那实在太冒险了 对了 努烦斯老兄弟过几天 去长安一趟 将延州的情况 报告韩大人 顺便探听一下消息 是 在下遵命 尹斯路 是 范熙文加强延州的边防 本官十分满意 你们以后 要继续巩固边防 切勿疏罚 是 范大人 尹斯路 本官最近接到圣子 催促我们陕西四路兵马 尽快讨罚李源豪 你认为怎样 啟稳汉大人 晚生认为 准备未足 不宜轻举妄动 但本官认为 如果不出兵重创李源豪 实在难以振奋人心 韩大人 你赞成出兵 用兵之道 不宜太过谨慎 否则难以敌人增胜 施老兄 韩大人真的打算出兵 攻伐李源豪 是 以在下看来 韩大人急于立功 希望为大宋洗雪 三川口的耻辱 陕西四路 虽然有二十几万兵马 但是今天的情况 只疑防守 不疑进攻 谋谋然深入敌境 实在太过危险了 可能皇上和执政的公卿 对韩大人吹逼都未定 出兵是皇上的意思 听见华朝廷决定派禁军坐阵 这样看来 进攻李源豪 是事在必行的了 那 那没法子了 施老兄 无论如何 我们延州必须加强戒备 遵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启槟范大人 经略富士韩大人领兵讨伐李源豪 在好水村地方中了迷伏 被李源豪打败 大将人福历战而死 将士伤亡惨重 汗旗战败 听见说李源豪成胜进攻 镇庸军 平良夫一大十分危急 施老兄 施老兄 立刻全令 延州各处军营 不能因为韩大人在好水村战败 就惊惶失措 我们照平时一样 严守边疆 慎防下人偷襲 遵命 韩旗在宋人中 庆历元年二月 预备进攻西夏 但是西夏国主李源豪 早有准备先发制人 亲自领兵南下 夏冰埋伏在平良府附近的好水村 宋兵中了埋伏 大将任福 任怀良父子战死 宋棍伤亡惨重 但是由于韩旗范仲淹 迅速部署好防守 夏冰也没有办法深入宋境 一年之后 李源豪再入侵宋朝 分别在伦州和定川寨打败宋兵 但是由于宋朝防守严密 夏冰没有办法攻破宋朝的防线 事实上 西夏的人力和资源都有限 全凭强悍善战的骑兵可以挫败宋朝一部分边防军队 但是未有足够实力侵佔宋朝的土地 甚至没有足够条件和宋朝长期对抗 于是李源豪愿意和宋朝以和 宋朝亦因为三川口、好水村、定川寨三次大败 答应承认西夏国的独立地位 而且每年赏赐西夏国白银、茶叶、丝绸 换取边疆和平 宋朝在好水村战败之后 韩其、范仲淹都引咎贬官 但没多久都被朝廷重新启用 继续镇守陕西边疆 韩其镇守秦州 即是今日甘肃省天水市 范仲淹镇守庆州 即是今日甘肃省庆阳园 另外两位大臣 庞植镇守延州 即是今日陕西省的延安市 黄园就镇守平良 他们四个人对巩固宋朝西北方边防 有极大贡献 世夏人亦都因为韩其范仲淹 在边境防守严密 不敢侵犯边境 中华五千年之韩范守边 是由盧浩荣、郑启明、钟伟明、董立成 麦敬生等联合播演 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